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国字 国就是国家的国 这个字因为是常用 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难度比较大 主要是带四框的字都不好写 我们先用楷书写下这个字 给大家看一看 好 我们再写一遍 大家再看一看 关键这个四框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笔画要有力量 这样写 带框的字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外框不要太粗 如果太粗重 就失去了内外之间的这个调和作用 写的就不匀称 如果把外框写得太粗 里面写得很细 显得有点过于的皮重 就是皮太厚 我们给他写一个这样的错误的东西啊 这就太重了 里面不可能再重太重这个字整个就就分量太过了 于是就写成了这样的字 显得里面很轻 这个字就太笨重 当然外框需要轻一点 我们所说的轻 所说的轻是指的它的笔画的稍稍细一点 但是力度一定要加强 力度没有 这个字整个的骨架就立不起来 所以凯书关键是这个骨架 一定要挺吧 要立得住 所以写的时候 不需要太粗 但是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力度 一定要中锋下笔 这种地方 所谓中锋下笔就是这样 这个笔尖始终在中锋往下隐形 注意看 笔尖在中锋往下走 如果这个字只要一偏斜 这样就要不得了 所以关于这个块的写法 还必须反复的向大家说 至于上面先接的时候 究竟封不封口 并不十分重要 留一点缝隙也没有关系 比如这个地方留了一点缝隙 这个里边呢 也可以写个口子 你可以这样写 下端是不是一定要封口呢 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严格的讲 上下都应该封上 因为它是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是 全包围形的这么一个字 上下都应该封上 但是说是留一点口 也都无所谓 因为并不想不影响认读 也也没有和文字学的那个规定 发生冲突 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个竖笔呀 大家注意 宁可往外边写一点 往外边敞开一点 不要再向里边写 再向里边写的话 这个字就没有韵味 我们写完 大家再看 注意这一笔 一定要有力量 就像个小铁棍 小钢棍一样 写下来之后 是一个棍状的 不能是个片状的 因为中锋运笔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写凯书 写不好 就是对中锋用笔 在点画上 还没有理解到 或者功夫还不到 至于这个 先写这一笔 还是先写上面这一点 这不重要 笔顺在这点 可以自由选择 先写一点 再写一笔也可以 写上一笔 再写一点也可以 但是我习惯于呢 先写上面这一点 再写一笔 因为从上到下呢 写的比较顺利 我们再写一遍 这一笔稍稍的 有一点 就背势 背势就不是完全直着的 它有一点 这个是样的 往外边这么斜 右边这一树笔呢 注意看 有的往里边 抠 往外边斜 有的大 我夸张了一点 有的这个样子 所以斜下的时候呢 它才看着稳定 如果直上直下的 显得就没有韵味 再看 再看 稍稍的向外边 取一点背势 这整个风声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应该从严格的公开讲 这个字上下都要封口 封紧了它 并不是说笔划太笨重 但是应该封紧的 严格讲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 书写过程当中 有时候 有一点随意性 我看到欧阳荀 和其他的一些 写公开的人 多数是上下都封解了 有时候下方 留一点空隙 有时候上面 留点空隙 也未尝不可 我一定提醒大家 写这个全方为的 这个 全包围的这种字心 一定要还注意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不要写太大 因为带框的字 本身就容易 给人感到 这个字心大 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再写大了一点 这个字 就显得非常笨重 所以第一 要注意外框 写的不要太粗 但是应该有力量 第二是 这个框 带四框的字 尽量不要写太大 因为 举例有国字的力量 举例国字的字力 很多的字都是如此 都是这个类型的字 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下面看一看这个字的 有时候就是简约的上面少了一点 这是一种笔顺的写法 还有呢 就是连续的把左边的货字 用油丝来 牵带起来 点了一点 顺便下来 这样也可以 再看看这个国字呢 一般的这时候就不封口 因为在封口 就失去了国字的那种 行书当中那种 轻松的笔意 这两个竖笔啊 到了行书阶段的时候 多数都采取一种相式 所谓相式 就是刚才和凯书讲的 背式 是相对而言的 背式 相背 背式 相式 所谓相式 就是左右的竖笔啊 弯度 和背式 相反的一种姿势 比如这样 这就是在向内 在弯曲 这笔呢 又是在这儿呢 向内弯曲 然后 是这样的 那么可以不可以 也采取背式呢 也未尝不可 但是多数的剑 写这个字的行书写法的时候 常常采用相式 如果一定要采取背式的 似乎觉得稍生硬了一点 在凯书当中呢 为了他挺拔 稳重 所以采取背式 比较合适 在行书当中 因为随意一些 所谓凯书 真贵方 草贵园 草 包括兴书在内 所以写的时候呢 尽量兴书写的时候 采用一点相式的方法 跟凯书呢 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是这样写 这是我们向大家 介绍一下这个 兴书的国字 兴书的国字呢 在外块当中 不像凯书 要求那么严格 必须粗啊 或者必须细啊 在这些细节上 没有那么讲究 但是 他的那个笔意的 神采 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 写右边这竖笔的时候 仍然不可以轻浮 因为右边是竹笔 大家看 就这边 这笔是竹笔 这笔不可以轻浮 不见得粗 我们所说的 重 有力量 不代表它粗细 所以写这个字的时候 到这笔的时候 一定要 看虽然写得很快 却是很有力量 然后 是这样 那么连续起来 看比如写国家 连续起来看 这种字形 就连贯了 但是不要飞扬跋扈的 写得过于的夸张 过于嚣张 金人呢 这些个年轻的 中青年的书法家 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只想着 痛快 龙飞凤舞 而不注意含蓄 只有含蓄 不夸张 不过分 写字的时候 没有俗气 爷气 霸气 才被上 现在很多人写字的时候 就是拿起笔来 就自己在那 像练武术一样 在那 飞扬跋扈 这非常不好 过去 古人说 执笔如处子 执笔 执笔如处子 就是 拿起笔来往里做 安静的 像个未婚的女子一样 非常的安静 如果拿起笔来之后 自己就觉得好像 身魂附体一样 这就糟糕了 我们再写一写 我们再写一写这个国字的草书 在带四框的字 在草书当中 是没有下方那一横的 下方那最后那个横画 没有 应该 全包围的字 应该有 最后是一个横画 封口 但在草书当中 就把这笔给简约了 那位朋友说 我看下方有一横 那是货字里面 那一横 里面不是货字吗 那是货字里那一横 虽然下方并没有收口 大家看 单写这个草书的这个 这个口 这笔是挑起来的 然后这笔过了之后呢 是往这要弯进去 不管封紧 没封紧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慢动作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当然里边就有点新书 规范的草书应该是 一笔过来 这笔又进来 横 这样写 然后这笔这样转 这是那个锅子草书的正式写法 还有时候呢 偶然也见到 有些个写草书的朋友们 就是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写的 转过来 然后里边在这写三点 所以大家看到的最后这一横 是写的 货者的这个货字 的这一笔 大家看 就是这样一转 单写货字 就这样写 所以最后收笔的这一横 是里边货字下方的那一笔 不是国家的国字最后的那个 封口的那一横画 要弄明白这个关系 所以在写草书当中 他有些简约的规定 比如说写宝盖的时候 草书的宝盖 是不许写左边这一点 这叫做 棉头无左盼 是这样的 笔写一个宗字 是这样 那么写这种圈包围的 这种 结构字的时候 下方就这笔 不收起来 没有横 让它直接带过来 然后 这样写 好的 我们再用正常速度 给大家写一下这个锅子 这个笔就形起来 一看里边呢 这个 圈延很多 我曾经说过 圈延太多也是毛病 没有圈延就不是草书 就是 还是个度的问题 这里边呢 虽然圈延多了一点 并不影响韧都 大家再看一遍 这样 也可以写三点 写一横 这样也可以 我们曾经见过 或者说是一种俗写 我好像在古人那里 见到这个字很少 但是在千辈的老先生当中 确实有人这样写过 这个国字 说是草书 说不上 但是我见过这么种写法 告诉给大家 如果偶然你见到的话 你要知道这是个国字 就是口子旁边一个玉 就简单就写 就写的这样 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字呢 因为他总在国家当中连用 后来问老先生 就是我的前辈 我至少见过两三个人这样写 那这就是国家的国字 然后这下边写个家字 这就是国家 于是有一种联想 现在的简化字 不是一个 一个大的口里面 藏着一个玉字吗 就是我们现在的简化字 不是这样写吗 是不是当初跟这个字 有什么关系 只是把这块写的外边来了 缩小了呢 但是我只提供大家 希望大家平常使用的时候 不管繁体字 简化字 都不要去这样写 但是大家偶然见到这个字 如果感觉到 这字怎么不认识 一口子 一个玉字 我告诉大家 很可能就是个国字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因此呢 对于国字这个常用的字 我们使用量也非常之大 要把国字写好 应该说是我们的必修的一个字